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又是大螃蟹 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 今天的这个螃蟹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 我只知道这个是海螃蟹 并且我们一看到 它这个脚和它这个腿 还有它这个大钳子 是跟那个梭子蟹一模一样的 壳上边有特别规则的这个花纹 两个白白的斑点 就跟眼睛一样 看到这肯定会有小伙伴好奇 你都不知道这螃蟹叫什么名 你是咋弄着的呢 实际上这螃蟹不是我买的 而是管我认识的渔民那儿要的 他们直接捞上来 给速冻上 就给我寄来了 据他们说 这个螃蟹是专门做出口的 具体出口的哪国 我也就没多问 因为这个螃蟹 我之前做过清蒸跟水煮 它吃起来味道真的没什么味 感觉很一般 毕竟它这个不是鲜活的 所以今天我还是准备 用盐菊的方法来做 然后看看这个螃蟹盐菊 吃起来好不好吃 好大功告成 盐菊这个方法 我觉得适合所有带壳的海鲜 非常的简单 海盐花椒大料 它这个唯一的难点 就是火候的把控问题 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 先是用大火 然后等它这个盐 噼里啪啦开始炸 然后有香味了 转到中火 再来个15分钟左右 等它这个香味 满屋的飘的时候 就OK了 然后要注意一点 就是一定要盖上盖 因为这个盐如果加热到一定温度的话 它可能会劈里啪啦崩 容易溅到哪都是 其他的就基本上没什么了 我先看看咱们今天做的这个 盐菊不知名的大海蟹 它吃起来什么样 先开看看啊 它这个蟹筛 真的是相当相当干净了 这只的环我感觉就一般吧 直接尝尝啊 哇真香 这是真的香 肉也是非常的多 嗯 哇 这个盐菊真是菊对了 因为这个螃蟹坚硬的外壳包着 所以说虽然是盐菊 看着很咸 实际上它这个味道刚刚好 并且里边还有八角跟花椒 那种爆出来的香气 总体要说味道的话 这个不知名的小海螃蟹 其实跟缩子蟹 没有什么区别 基本上就是普通海蟹的味道 这个我感觉特别适合 看着电影 或者看着电视的时候 直接盐菊几个小螃蟹 然后喝着饮料 或者喝着酒 边看边吃 嗯 非常的不错 来大个儿的看看啊 哇 蟹筛非常的干净 哎 并且这个满满的蟹环跟蟹膏 哇塞 看着非常的过瘾 这个跟缩子蟹区别不大 基本上味道差不多 但是这么做 这么黏着实在太棒了 这个真的太棒太棒了 最后再看看这只怎么样啊 这只颠着沉颠颠的 应该花不少 哇果然是满满的蟹花 懂得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好啊 最后最后总结的话就是 虽然这个不知名的螃蟹 不知道叫什么名 但是今天主要就是 给大家分享这个盐菊的做法啊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海鲜类 它只要是带壳的 都适合这个做法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关注用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